大家好 我是沙天 今天是2021 8月16號 這個晚上7點20分 那今天呢我是來抱怨這個活動的喔 然後來看看是不是跟我猜的一樣 因為呢我覺得這個活動如果是送這個 陰森女王呢 我就覺得很 怎麼講咧 怎麼會送這隻角色咧 好 那這個皇家活動公告 我解完之後呢 應該就是解完所有的這個 部落尋寶的任務了 好 我們來看齁 最後一張拼圖也齊了 呃 獲得了3000G齁 好 然後都齊了 真的是陰森女王啊 我覺得 嗯 怎麼說咧 我覺得這隻角色齁 如果有玩劍遠真知道齁 他就是老鼠嘛 那雖然說這兩款遊戲不大一樣 那可是呢 這隻角色就 就真的 真的對前妻沒有任何幫助 不論是在 嗯 各個方面齁 呃 它就是 開大招之後 它會一直攻擊嘛 然後這個穿透力齁 就是普通的攻擊力 然後範圍傷害 也沒有控場齁 然後 呃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所以這隻角色呢 我覺得沒有任何練的必要 呃 來看看它的這個專武 好 專武的 專武的技能也是一樣齁 就是開大招之後 它會射比較多的劍 然後傷害力會下降 那基本上 這種全全全攻擊的角色齁 就會像是 呃 朱莉一樣齁 這個朱莉 像這樣的角色呢 其實在推圖上面呢 根本就是活不下來齁 那這些傷害力呢 對敵人來說也 也沒有任何的 怎麼說呢 這個這個不是很顯著啦 所以說你這個前期的話 乾脆就是無腦練 練女王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來說呢 這個這個前面的設計齁 就是女王 然後這個光盾 然後還有這個神齁 這個亞歷山德拉 大概這個樣子就可以了吧 那如果說你要 練一隻有高傷的角色呢 那就是練這個德恩溫齁 德恩溫在這個地方 他跟那個西瑞斯真的很像齁 好 這一隻 這一隻德恩溫的話 傷害力就非常非常的可觀齁 你會感覺到很明顯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這一招 魂穿後被動技能的關係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 我們盼來的這個活動齁 他送的是陰森女王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在開這個圖片的時候 就覺得 可是畢竟這個活動叫做部落嘛 那這個叫做荒谷墨雪 所以說 送這隻角色好吧 那 感覺上如果要送的話 送那個賽庫爾 可能還比較 賽庫爾 或是 或是那個什麼 無雙艱厚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這隻 這隻角色的話 雖然說他跟我蠻有緣的 就是一開始 我也獲得蠻多隻 但是呢 還真的是金家 但這隻角色 這個 我完全就是要把它當作是肥料 除了這隻角色 要當作是肥料之外 另外 這個 除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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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建議遠征的這個 可愛所思 怎麼一直點錯 這一隻喔 蓋巫斯 那這一隻的話 他可以讓全隊有這個吸血的光環 或許在這個 這個 荒谷墨雪 可以 的那個種族塔 可以用一下 然後全隊可以吸血 但是呢 後期的話 我也是會把它吃掉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 應該說 應該說反過來說 荒谷墨雪 墨雪 有哪幾隻角色比較推薦呢 如果按照建議遠征的這個流程的話呢 第一隻 當然是這個 賽庫爾 這個是荒谷墨雪的 的王者喔 畢竟他有這一招 這個 勇戰不眠這一招 光是這一招呢 他的 他可以鎖血八秒鐘 有的時候 有一些關卡 一開場光盾就直接被秒 你可以上賽庫爾試試看 而且低階就可以用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雖然說他低階可以用 但是他也是值得升上去喔 畢竟他是 敵人再怎麼強 他都可以至少撐個八秒鐘這樣子 那第二隻呢 我覺得齁 就是這一隻角色 那威蘭德的話呢 前面可能不是很看好 甚至會當作是笑話 但是建議遠征在後期的話呢 他也算是一個稱職的坦克喔 那但是不知道說 這個兩款遊戲之後 會不會開家具系統 因為那個 這個是 斯克雷格 這一隻角色 他也是開了家具之後 才開始強這樣子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他也算是蠻坦的角色 那第三隻呢 第三隻應該就是這一隻了吧 吳雙艷厚 吳雙艷厚 那最後就是一隻很重要的角色 他的傷害力非常的 應該算是有感齁 這一招 然後呢 當對面有很多綠玉的角色 譬如說 推圖碰到大樹阿 或者是這個海神西瑞斯阿 非常非常奶 然後血非常厚的 那他的這招大招齁 一個元氣彈砸下去呢 咦就可以把對方直接給秒掉 那另外呢 他的這個分裂魔彈齁 這一招 也是會讓人家造成暈眩齁 所以說他是風谷墨雪 少數可以對敵人造成暈眩的角色 那這個專武提升到30之後 呃 這個每一招齁 每一招這個普通攻擊 應該說每一下普通攻擊 都會變成魔焰彈 魔焰彈的話 就是剛剛說的這個 每打一下敵人就會暈眩齁 但是呢 這個 呃 用到他的話 場合應該是在25張之後 然後這一個齁 這個結界一開啟之後呢 後排的三隻角色就會獲得攻擊力 並且敵人切進來之後呢 會 呃 會這個 降低50%攻擊力 所以說呢 像這一隻角色 他可以 呃 不限定於就是 呃 只跟這個 荒谷墨雪 呃 搭配 他也可以跟像是這個 德恩溫搭配喔 因為德恩溫的話呢 他的開場他會用這一招齁 把人家吸過來 那德恩溫他的站位 可以站在前排 可以站在後排 但是他本身還是屬於皮薄的角色 所以他常常會站在後排 這樣子 那如果說後排你在擺一個 呃 無雙艷后的話呢 那德恩溫在這個結界內 會受到這個保護 然後同時攻擊力 會更進一步的提升 所以呢 常常在後期會有這個 呃 這個 三自然靈異 然後配上 一隻無雙艷后 再一個 亞歷三德拉 反正亞歷三德拉 是神啊 一定會上的 所以大概的那個 站位是這個樣子 前排亞歷三德拉 嗯 我們隨便擺一下 我是說這個 如果說當 當女王或是 或是耀光 聖耀三寶不夠力的時候呢 後期可能會變成是這樣的打法 譬如說 這個樣子 這個 呃 亞歷三德拉 他有這個 免傷技能 所以可以站在前面 然後呢 靈爆起手也是站在前面 靠閃避律 這個閃一下 然後蝴蝶控場 然後德恩溫吸過來 那再配上一個這個 無雙艷后開結界 然後這樣子 靠這個德恩溫去打 然後我們有這個 控場的蝴蝶 然後這個 亞歷三德拉的這個大招 也可以控場 所以大概是這樣 組成一個這個 控場的這個隊伍 所以這一隊的話 應該是在女王 沒有 女王那個 無力之後呢 然後這個 呃 怎麼講 聖耀帝國的光盾 也開始護盾量 漸漸扛不住對方傷害的時候 這樣子的控場隊伍呢 可能會變成後期的這個 呃 打法之一 打法之一 好 那所以說這個 部落尋寶的活動就 呃 我 我是今天解完啦 但是還沒解完的 的 的玩家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活動時間很長 那但是解完之後呢 真的就是送一隻 鷹生女王 我覺得有一些失望啦 好 那解完之後呢 這個東西 許恩石要換什麼呢 我覺得都可以喔 那我個人的話 我是換金色的這個 金色的這個 這個專武材料 因為銀色的專武材料的話 應該說是 應該說是 一到十級這個 獲得的方式管道還算是蠻多 九管 九管十抽也算給的多 那金專武呢 我覺得是現在比較欠的 當然紅專武是永遠欠齁 呃 然後第一隻要升到 二十一到三十 第一隻要上專武三十的角色 就是亞歷山德啦 那但是雖然說這個 紅專武很欠齁 但是 以我目前現在才二十張的進度呢 我要先把一隻角色 升到專二十再說 那是哪一隻角色呢 那當然是我們的女王啦齁 那個女王只要升到專二十就好了 那現在還差 還差一點齁 所以我現在我應該會 可以全力投資女王 然後這個 先把他升到專二十齁 那但是女王就完全不需要 升到專三十齁齁 因為專三十非常非常珍貴 而且等到女王如果真的 升到專三十的時候 差不多 也是他要退場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女王 升到專二十就非常夠了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